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教會中信徒彼此訴訟的問題 那我的問題是 我的問題很簡單 教會弟兄姊妹可以彼此告來告去嗎 今天教會怎麼處理信徒之間的商業糾紛 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教會裡面他們可能彼此一起做生意 做生意難免就是會有一些的糾紛對吧 有的不但只是商務上的糾紛有財務的糾紛 以前在台灣我募會的時候有一個弟兄 因為他工程周轉不靈 所以他在教會裡面就標了一個會 大概差不多有40個人都參加了一個會 因為他需要的一個款項蠻大的 結果那個標會他就把它標下來 然後去周轉他工廠的需要 那這個在台灣是蠻平常的一件事情 結果沒想到幾個月以後他在工廠倒閉 結果一連累就是教會40幾個人 所以很多姊妹爬到教會來找我算賬 他說牧師你是牧師你要負這個責任 我說我負什麼責任你們標會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還負你 他說牧師這個人還是教會的同工 他今天騙了所有人錢跑掉了 我說他也不是故意要騙你的錢 但是做生意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對吧 結果這個事情搞得教會雞費狗條 一年多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數目字還蠻多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問題在教會裡面 財務的糾紛對吧 甚至到後來有一些人就離開教會 他們覺得對教會失望 那這個借錢的這個同工呢 也從此以後不敢回來這個教會 所以弄到後來整個教會就烏煙瘴氣 這種事情其實蠻常見對吧 所以呢還有一些法律的爭執啊 或者弟兄姊妹合股做生意啊意見不合啊 結果就告到法院裡面去 我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教會怎麼處理 弟兄姊妹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我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各位世界人可以這樣做 那教會裡面大家比如 假設說我今天我跟Jack做生意 結果我給他倒了 結果害得他損失到20萬美金 那你想怎麼辦呢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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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發現很多人 我跟你講如果今天這個告訴我 這個這個就是說 沒有這麼吃香的話 美國不會有這麼多的律師 你知道美國律師是全世界最多的 因為美國人最喜歡告 連走路到你家門口的不小心摔了一跤都要告你家的 我前一陣子很久以前聽說一個 一個美國老太太去麥當勞喝了一杯熱咖啡 燙到她的舌頭結果賠了一百萬美金麥當勞 所以從此以後呢 麥當勞上面那個被子上面寫著 Cautious is very hot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國好像你什麼都可以搞 所以我的問題說 那麼今天在教會 會不會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 今天美國不管做什麼都講Live reality 我記得去年大概去年也是前年 我們還在Jones Building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Pastor Rockens他們晚上的聚會 那有一個黑人太太來參加她的聚會 那這個人也不是她的會員 只是說耳聞啊來到 結果她聚完會以後 出去到我們教會的parking lot 她的高跟鞋就一拐了就 腳就有一點拐到了 然後呢高跟鞋也斷掉 然後呢就告我們教會 哇這個事情也拖了差不多 好幾個月的時間 最後呢她是賠了一點錢 settle這個事情 當然不是我們 保險公司賠錢 settle這件事情 我的天啊 所以我們這裡要禱告 要求主要讓所有弟兄姐妹出入平安 要不然這個美國這個地方 隨時都可以告你 所以我的問題說 那教會可不可以這樣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們教會剛開堂的時候 剛開始的前幾天 有一次也是 一個姐妹來聚會 然後一個同工 那麼那個牧師禱告的時候 他就被聖利給當了錯嘛 然後就就倒下去 後面都沒有人接 他就刷 結果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這個 一追啊就受傷 法庭的時候所有人都很怕 會被告 還好他是我們的同工 所以問題就是說 這種事情在美國層出不窮 那我的比較談的是 在這裡我們看到 哥利多教會有這樣 請問各位 商業糾紛了 財務糾紛 法律爭執 合股做生意意見不合 告上法庭 請問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還是不可以 信徒當中不可以彼此借貸 可不可以彼此借貸 教會內信徒彼此之間 所發生的明示糾紛 要怎麼處理 各位 感謝主喔 我目前這麼久都還沒有碰過 這一類的問題 除了那一次 就是在高雄 我在那邊募會的時候 碰到那個借貸的問題 其他的我都沒有碰過 但我的問題是 我剛來美國洛杉磯 念書的時候 那我就聽說 那我就聽說 有兩個華人教會 這個牧師告 理事會 理事會告牧師 在 後來在 那裏裡面是滿出名的一個 一個 case 華人教會 牧師告教會 教會告理事會 所以 各位 可以嗎 我們都很安靜 比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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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試試看 我們來看 這樣的一個 這個就是發生在 然後 已經失去了他們的見證 所以其實 這也提醒了 我們今天的教會 教會 一定要很多的禱告 而且 要努力的 保持在 主裡面的聖結 和合而為 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呢 那保羅呢 在這一 第六章裡面呢 用三個問題 用三個問題 來責備 哥林多的教會 我在上面又寫了 講義裡面 第一 教會 向外教會的人 求審判 跟教會 將來要審判鐵士 這有什麼 不相承之處 第二 保羅質疑 哥林多人 為什麼不肯情願吃虧 是要教導 信徒做一個盲目吃虧的人 這是第二 第三個 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吃虧 才有真正屬民的價值 所以我們要從第一節開始來看起 保羅在這裡說 你們中間 有彼此相政的事 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 而不在聖徒面前求審 所以可見 保羅講這個話的時候 哥林多的教會 在裡面有很多的紛爭 而且 已經把這個問題呢 告到法院上 告到羅馬的法庭裡面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保羅說你們 彼此相爭的是 怎麼會告到 不義之人的面前去求神 而不在眾聖徒面前求神呢 我特別用了這個詞 整敢在 這個意思是什麼 保羅想都想不到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教會是一個彼此相愛的群體 教會是一個和睦同居 聖經告訴我們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但是呢 教會居然在這樣的事情 在外邦人裡面 在那邊求審判 所以哥林多的教會 弟兄姐妹 彼此相爭到一個地步 告到外邦人的面前 求那些不信主的人 來判斷教會裡面的事 這讓保羅十分的驚訝 那問題是在這裡 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姐妹 難道不知道 這樣做會羞辱神的名嗎 好我舉個例子 我剛才提到了 這個牧師告教會的理事會 理事會告牧師 你覺得這 拿到外面的法庭去的時候 然後還在抱著裡面 公開的被公布出來 你覺得神的名 有在這裡得榮耀嗎 沒有 所以我的問題 就哥林多教會就是這樣 這簡直就是讓外邦人看效果 從某種程度來講 各位 我要說 其實從某種程度來說 會告上法院 都是為了報復的心態居多 因為談不攏 就告到法院裡面去 這個豈不是讓教外的人 親看教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些年來我們看到 也是在各個不同的族裔裡面 教會裡面也常常看到這樣 很多民事的糾菲 所以各位 這個是保羅看到 哥林多教會的時候 他十分訝異的 可見 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姐妹 對真理毫無了解 個人只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肯彼此退讓 也不肯吃虧 最後他們必須在教外的法庭 對佛公堂 所以保羅用整感這個字 意思就是說他聯想 都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那麼保羅說你們為什麼 在這裡 保羅說整感在不義人的面前 各位你看到這裡 不義的人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聖徒 所以我的問題是在這裡 不義之人指的是不信主之人 不義之人 保羅說怎麼樣 你們怎麼敢把這個事情 整感在不義之人面前求神 這個不義之人指的不是沒有righteous 這個法官沒有公義喔 各位 這個不義的意思 其實在我的講義裡面講的 這個不義的就是 這些人的生命當中沒有神的義 各位聽懂意思嗎 不是說那些不信主的法官都不公義喔 不要這樣解釋喔 有人亂解這段經文說 喔 教會不應該告到外面 因為外面的人都是不公義的 你不能這樣講 OK 有很多沒有信主的人 他們是有公義的 對吧 哈囉 所以你要抓住重點 保羅在講不義的人 指的不是這個法官或者審判的不公義 這裡指的是這樣的人 沒有上帝的義在他的裡面 那麼各位沒有上帝的義在他的裡面 他來審教會裡面的事情 他就沒有神的眼光 也沒有神的價值觀 也沒有神的態度來做這件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基督徒有很多的時候 我們在教會裡面的事情 外面的人是不理解的 但不了解為什麼你們會這樣做 你懂我意思嗎 我舉個例子很 那前幾天我聽到了 Pastor Joseph就跟我講 他說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教會 能夠買得下這個beauting嗎 他說感謝主 還好我們教會 沒有建堂委員會 他說如果我們教會 有建堂委員會呢 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 他的意見 早就買不成了 你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 所以這位外邦人來看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人知道今天都問我說 你們這個事情到底怎麼成就的 我說感謝主 這個事情可以成就 是因為上帝成就的 如果照人的方法呢 像我知道我們靈良堂 在東岸有一個教會 哎呀他們也是 好大概五六年前 我就聽說他們要建堂 他們籌款 然後丟去被 他們很努力的做 然後來那個牧師就問我說 奇怪我們搞了五六年 到現在連地都沒看到 你們已經做完了 所以我知道 人跟人之間有很多的看法意見 不一定是錯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很多屬靈的真理 外面不信主的人是看不懂的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 或者我們的價值觀為什麼會是這樣 待會兒我們有機會可以再談 所以這個不義呢 是指的什麼 指的 他身上沒有上帝的意 所以他神理教會內的事情的時候 他的看法就跟我們的看法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OK 那麼在這裡提到聖徒是指的嗎 不是他們完全都沒有問題 聖徒這裡指的是被神稱為義的人 Amen 所以各位今天早晨坐在這裡面的 每一個人都是被神稱為義的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都是聖徒 你同意嗎 Amen 所以保羅寫信的給各教會的時候 他都問 他做第一句話他都說 問教會的 親愛的眾生圖案 對嗎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一定要 宣告 我是聖徒 Amen 因為聖徒不是因為你的行為完全 不是因為你的道德完全 今天你成為聖徒是因為 有耶穌基督的義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被稱為聖 所以我們被稱為聖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前提 所以保羅說你們為什麼不把問題 放在教會裡面來處理 讓教會裡面有智慧 有屬靈眼光的人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換句話說 聖徒指的是他們擁有耶穌基督的心思 而且有聖靈的智慧在他的裡面 這是保羅在寫的時候 他的心在裡面 然後我們繼續看第二節第三節這裡 所以保羅說 起不出聖徒要審判世界 若世界是為你們所審判的 那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 何況 起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 何況是今生的事 所以換句話說 保羅認為他們告到法庭上的事 都是什麼事 都是小事 都是什麼事 都是今生的事 看到了嗎 保羅在這裡沒有寫到 Exactly是什麼樣的一個case 但是如果我們從整個第六章的上下文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是小事 就是彼此有虧負的對方 就是說講不公平啦 分配不均啦 有人占便宜啦 就是這麼一點點的事情 結果處理不了 告到教會外面的人 所以各位 所以保羅在這邊讓我們看到了 他說你們要審判世界 你們將來都要審判世界 那教會裡面這種小事 為什麼會告到外方人那裡去 所以各位在這裡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基督徒 你知道你我今天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我們與主一同執葬王權 對嗎 各位 我再說你一定要告訴自己 你將來是跟神一同做王的 阿妹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聖經說的 所以成本你將來是要做王的 而且你要與耶穌基督一同審判這個世界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明白基督徒在基督裡面的身分跟地位 有一天你我都要審判這個世界的 難道連這種小事情我們沒有智慧可以去做嗎 這意思是在這裡 所以保羅說你們這個世界將來都要被你們審判的 反而今天你們告到外面 但萬一的來審判教會裡面的事情 所以保羅認為這是不合福真理 所以呢各位 聖經裡面很多的地方告訴我們 有一天我們當基督再來的時候 我們要與基督一同審判這個世界 與主一同執掌保全 所以信徒之間彼此紛爭的事 鬧到外邦人當中 基本上已經失去了他們自己本身尊榮的位分 我們看到耶穌在馬太福音49章28節那裡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跟從我的人 你是不是跟從主的人呢 是 如果你是的話繼續列下去 你們在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 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 請問將來你坐哪裡 與主一同掌王權 所以你也坐在寶座 然後審判十二個指派 各位你看到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位分 將來這不幸的世界是落在神的手中 我們與基督一同掌王權 我們要審判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猶大書第六節那裡說 又有不守本位 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 等候大日的審判 就是末後的大審判 所以換句話說連天使將來 我們與主一同審判這些墮落 所以這裡讓我們看到 所以既是這樣 保羅在這裡說 既是這樣 你們若有今生的事要審判 是派教會所親看的人審判嗎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 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智慧人 能審判弟兄們的事 你們盡視 你們盡視弟兄與弟兄告狀 而且告在不信人的人間 所以各位 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哪兒 比如說 我給你借給借了五千塊 結果我說要還他 最後都沒有還他 那他就平白損失了五千塊 可不可以告 可以告 應該可以告 可以告對吧 還有沒有 可以告嗎 告牧師 告牧師 對 我的問題是在這裡 可以告嗎 你不要怕 講出你的觀點 講出你的看法 可以告嗎 在神不能 但是他就平白損失五千塊 在神不能 但是他 他說 愛心奉獻 他沒有愛心奉獻 他沒有愛心奉獻 我當時也不是叫他愛心奉獻 所以他相信神活該 所以他要倒霉 如果他是私人朋友 他給他借了五千塊 他借五千塊 不還他 如果彼此都是在教會裡面的朋友的話 那應該向牧師講 好 OK 好 那如果我是不信主的 我給他借了五千塊 結果我沒還他 如果是不信主的 可以告嗎 告 應該可以啊 不信主 OK Let me say this way 兩個冤者請抓住 這不是我說的 你回去看神經 就約 就約裡面說 如果有人向你借貸 你就要把他 如果你真的要借給他 你就已經準備好 這筆錢是不用還的 除非是這樣 不是除非這樣 是你本來就應該要這樣 如果你今天 假設我們是 假設我是牧師 我給他借了五千塊 如果他借了我五千塊 當然我是一定要還的 但是如果他要借給我的時候 他心裡面要有一個想法 要有一個想法 有一天我還不起的時候 也就奉獻 就幫助了 不是奉獻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聖經裡面的原則 而且聖經告訴我們 你不可以跟弟兄取利 利息也利息一下 牧師這五千塊 我這個三分利 這是看他私人的感情 如果你彼此好像是好朋友 或是什麼關係的話 他跟你借五千塊 借了就算了 就想這個錢 就不會還了 如果是還是一萬 這是私人的感情問題 如果說是交易方面 是生意的 那就不是 所以這個問題又來了 我今天在處理的 就是這個問題 對不對 OK 我把這個原則講給各位 第一 如果教會弟兄姐妹彼此借待你 一定要有個心態 我就是幫助他 如果他還給你 感謝神 那很好 有借也有還 再借不能 對吧 所以但是如果他沒有能力再還給你了 或者是他真的人就跑掉了 你就算是幫助他 可以嗎 可以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準備 請你不要借錢給任何人 所以你也不需要找到牧師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借給他 你就算幫助弟兄或姐妹 可以嗎 但是如果 如果 如果 他 沒有還 那你就當成奉獻 我們在這個教會裡面 就現在的new life 曾經有一個弟兄就是有困難 然後呢 他去找了另外一個弟兄 這個弟兄就跑來問我 說牧師可以借給他嗎 我說 他沒有能力 我照我手知道 他是沒有能力可以還給你 那如果你要借給他 我覺得你最好 你就把它當成幫助 這個錢可能是不會回來的 那後來這個弟兄就做了一件 他就很 他本來跟他借一 比較大的一筆錢 他就決定拿了一部分給他 他說我就當成幫助你 你也不用還我了 感謝主 很好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這樣子做得很美 那這個人拿了也心裡不用 天天有壓力 也不要來到教會不敢來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就是他幫助他 那我也碰到 這個彼此所借帶還寫利息的 這就麻煩了 這就麻煩了 所以各位我在教會裡面 容許我這樣講 我不准教會弟兄姊妹 你借錢給弟兄姊妹 還彼此取義 Sorry 所以我基本上是勸你們不要借 不要借 有感動就幫助 Amen 可以嗎 那如果你要借給他 那你就當作幫助 那你說這樣教會都不可以借 彼此借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講說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寫入這個狀態 那換成如果今天你是借的人 各位你借了一定要想辦法還給人家 Amen 等一下我會提到這個 如果你不還給人家 你根本就不可能從主得你出來的 聖經馬太夫應該也講的 對吧 你要禱告的再多都沒有用 你先跟弟兄和好再說 對吧 所以如果你是借的人 你一定要想辦法努力還 如果你是真的跟人家借的 你一定要想辦法 OK 但是對借出去的人 你自己心裡要有一個對的態度 Amen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那麼對外面的人可不可以告 我的答案是可以 對外面的人可以告 但是你不要蓋個 這個我們今天不是在講法律 那你不要告得太不好看 OK 所以這個你自己要謹慎 OK 但是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是弟兄與弟兄彼此相告 各位基督徒不是吃悶虧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很多人覺得 喔基督徒就是要吃悶虧 各位要有原則的 但我今天講的是在教會內 弟兄對弟兄的 你懂我意思嗎 假設今天我跟Lawrence合夥做生意 講好了 虧了就虧了 對不對 那如果彼此相告 這個事情就很麻煩 所以我在教會裡面 也不太鼓勵 弟兄姐妹合夥做生意 對 更不鼓勵在教會 像台灣這種有什麼 有標會 有標會 對 這個 這台灣標會倒得很多 對吧 所以OK 我沒有時間多得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你 這個原則在這裡 所以保羅在這裡你說什麼 OK 你們禁是這樣做 所以意思 保羅說這些事都是小事 是今生的事 那意思是什麼 是生活中每一天的小事而已 所以教會內部的事情 理所當然要由教會裡面的領袖來處理 簡單講上個禮拜我們談到 教會是有紀律的 是有制度的 對吧 所以教會內弟兄姐妹紛爭的事 就應當交由教會的領袖來排解 來處理 當然就不 當然不會請教外不懂得屬靈真理的人 來斷定這個事 所以呢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原則 所以保羅就覺得很訝異 哥林多教會不是一直誇口自己有恩賜 自己有智慧嗎 但是為什麼連這些小問題他們都解決不了 各位你們看到 上個禮 幾個禮拜前我們談到 有人就說他們是蘇保羅屬基法屬什麼的 他們有智慧對吧 但是既然是有智慧有恩賜 怎麼連這種小事都沒有辦法解決呢 所以保羅在這裡提出了兩個錯誤 第一 弟兄與弟兄相告 這事本來就是不合理的 第二 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更加的是不合理 這保羅基本上指出這兩件錯誤 所以呢 保羅在這裡看到 其實弟兄彼此相告 基本上已經是一種靈性軟弱跟失敗的表現 你同意嗎 我很少看到那個靈性好的人 跟人家告白告去 對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過 像我開拓這個new life的第一年 我生了一場大病送到那個時候 這個醫院現在已經有朋友叫做 我送到那裡 regional hospital regional hospital 我送到那裡 我差一點命就斷絕在那裡 後來聽說那個醫院很多人進去都沒有出來過 對 真的那個時候那個名聲是這樣子的 我不知道因為緊急送進去裡面 結果拖了七天 結果後來我又被轉送到 第14天被轉送到Hawk 結果後來呢 Hawk說你怎麼會拖到這裡 他說你差一點你的命都沒有 那因為我是盲腸破裂 然後spray out在我整個的 所以就是附魔炎 所以後來這個Hawk的醫生說 不可能附魔炎可以14天 你是怎麼活的 然後他說你之前是在哪裡看的 我說在Earvine Medical Center 那當時有很多地方姐妹跟我講說 牧師你可以告他 因為是那個醫生誤診 他沒有查出真正的原因 所以拖了我時間 如果我死了真的可以告他 然後後來呢 結果帳單來了 你知道嗎 美國是這樣 你第一個去的醫院拿的錢最多 第二個醫院拿的就少了 你懂什麼 Medical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去到那裡 結果第一個 Hawk Medical Center的這個 Bill進來了 哇兩萬多塊的金耶 因為我在那邊住了七天 然後 也都是在這個 intensive care裡面 所以呢 這個弟兄就跟我講說 牧師你可以告他 你如果告他 告成不少錢 買房子都有 我有沒有全力告 我絕對有全力告 但我沒有選擇 不是我沒有選擇 我選擇沒有 我沒有選擇 跟選擇沒有是不一樣的 OK 我就選擇沒有 不告 所以最後呢 那個Bill來的時候 我只跑到了那個醫院 去找那個 看我的那個醫生 我就請他幫著我 我說我實在沒有錢 可以付這個錢 你可不可以把他wave掉 那這個醫生就很緊張 他說 你後來確認 我說再後來 然後他查出來 這個印度醫生 他緊張得不得了 他說你 你坐一下 我們進去商量一下 我想到 可不可以商量wave 結果他出來以後 出來了兩份document 他說 我們可以把你所有的這些wave掉 來請你答應一件事情 你不露宿 請你簽人 我一想兩萬可以損掉 就好了 他那麼多就簽人了 就給他 後來回來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 我說怎麼辦啊 你這七八十萬塊錢以上 用簡單 做基督徒的 要有 要有見證 你懂我意思嗎 要有見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 我不要你吃悶虧 但你能夠過得去的 你就過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些 所以各位 這個是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做基督徒 到底我們怎麼面對 這些不公義的事情 等一下我們會 有機會再來看 OK 所以呢 這些弟兄告弟兄 其實是 彼此相搖相通 聖經裡面說 彼此相搖相通 這真的保留說 你們還不覺得羞恥嗎 我想這些人 不僅是靈性冷淡 基本上他們已經沒有靈性可言 所以他們才會彼此之間怎麼樣 在那裡 在告弟兄 你想想看 如果教會兩個弟兄一起走到法庭 然後各有各的 然後在那邊彼此相告 你想他們還會進同一個教會服務 以後在教會裡面碰到了會怎麼樣 所以各位我求主幫助我們 我跟你講就算你贏了 就算你贏了 你在真理上已經輸了一塌糊塗 好我們來看 耶穌說什麼 一起來念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 又說 反殺人難免受損害 只是我告訴你們 反弟兄動怒的難免受損害 換句話說 雖然我們沒有動手殺他 但是我在心裡面已經 已經怎麼樣 已經宰他千百次了 有沒有可能 對嗎 所以聖經告訴我 不是只有你動手殺人 就是連你心裡面向弟兄動怒 都難免受損害 好 凡罵弟兄是拉家的 難免受公貴的損害 凡罵弟兄是魔力的 也難免地獄的 咒逐你的弟兄 這個聖經告訴我們耶穌說 這個都遭難免了 在神的原則裡面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到這裡 所以耶穌說什麼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如果想起你弟兄 向你懷願 就把禮物留在壇上 先去和弟兄和好 然後再來獻禮物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就趕緊與他核心 對吧 所以耶穌說 你們可能兩個人 上個禮拜三戰 然後在法院裡面告 告到你 哇他們真啊 他們罵了對佛公堂 然後禮拜天站進來的時候 欸弟兄 還沒有見證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各位 耶穌說 你同告你的對頭 還在路上的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不但只是你告別人 就是你是被告的 你就要想辦法跟人家和解 這是聖經文的 OK 我不知道你們碰過有沒有說 我這一輩子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沒有碰過 我個人 我的家裡都還沒有碰到 你這種告訴的問題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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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裡面 我也聽到很多弟兄姐妹 不是很多 就有一些弟兄姐妹 跟家裡的人相當 我最近才知道 有一對夫婦 跟家裡的弟兄姐妹 分財產的問題 分得不公 就告來告去 告來告去 我就跟這個弟兄講 我說 不拿又會死 你都已經這麼遠前了 何苦了 對不對 結果後來的 告到後來這個事情 也登上了報紙 所以我就覺得 哎呀 人很多時候看不 怎麼講 過不了那個關 如果他今天是真的沒錢 或者是各方面 或者真的損失 我是細節不知道 但是我就問 你這樣 你這樣有什麼益處呢 這些人又是你自己的 他的親生弟兄姐妹 親生弟兄姐妹 彼此告來告去 那告到弟兄姐妹 自己本身不想 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妹妹 都不想來往 然後你在這邊講愛主嗎 你講我做基督徒要穿福 你自己家裡面 能夠搞成這個樣子 對嗎 所以各位 耶穌說 不管是你告別人 我別人告你 就是連別人告你 你都要入土 想辦法跟他和好 這個我沒有時間講這個細節的事情 你還原則的 交給各位聽 所以各位 恐怕他把你交付審判官 審判官交付牙 牙醫 你就被下來接你 我實在告訴你 若有一分錢沒有還清 你端不可以從那裡出來 哇 就是說 我如果給傑伯借的 我如果是借的人 我一定要想幫我還他 對嗎 如果不還他 聖經是這樣講的 就算他怎麼樣 不跟我計較 我也不可以這樣說 啊 感謝主 那我賺了 聽不懂的 你都要想幫我還錢 因為你沒有還我 但不能做你 沒錯 特別是 因為這樣 因為那一分錢沒有 結果你們弟兄彼此之間 產生了隔壁 我覺得是不好 明白 所以有一些人在教會 借到借錢 跟人家借錢 借到人家 一看到他都多了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 所以 我在教會裡面 所以為什麼 我在教會裡面 設了一個愛心基金 也是差不多十年前 我們教會有一個單親的媽媽 碰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她就在姐妹當中 彼此就借這個錢 後來我知道這個事情 我就告訴她說 好 我說你不要再借 OK 我想牧師幫助 如果 也不講人的名字 就是教導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弟兄姐妹愛心奉獻 來幫助這樣的人 需要度過這個難關 就感謝主 我們奉獻的 比他原本想要借的更多 後來這個姐妹就在教會裡面 留了蠻長的時間 後來他搬到別的城市去 一直非常衝擊 他說牧師真的 第一 讓我很有面子 繼續留下來 第二 教會的幫助又遠超過我的需要 所以 所以第五姐妹 我們真的要這樣做 我也曾經在這個教會碰過一個 那個難關度過了以後 後來生也保守 他也慢慢都恢復了 後來他就給了一筆安心奉獻 放在教會的愛心專款裡面 所以各位 我們寧可看這樣的見證是門的 對嗎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幫助別人 有一天我們可能也會被別人幫助 對嗎 所以這個是在教會裡面應該有的 就是說彼此相愛和睦同居 這才是我們真的 所以教會聽說姐妹有任何的有需要 各位 我們可能不一定可以幫到完全 但至少我們可以幫一些 對嗎 而且這樣子會讓 各位你知道那個 那個 我們教會 那個妹流姐妹在這裡 她以前關心85度西的師父 85度西的師父裡面 其中有一個 在這裡姓的祖母 後來回台灣 就發現這個媽媽 這個生了一場大病 然後父母又是離異的 父親也不給 不肯給錢 那這個師父的錢也不太夠 所以後來她就 就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依媽媽 然後來妹姐知道這個事情 就我們在教會裡面 就為這個師父籌一筆 為她的媽媽籌一筆 這個醫療費 所以後來是妹姐跟Pastor Mark 他們就親自回到台灣 把這筆錢給她 哇這媽媽超感動 她說這個全世界 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但是他們卻能夠幫助我 後來媽媽就在醫院裡面 也先去住 而這個弟兄到現在 還是很熱心的追求者 所以根本我們 立刻做這樣的事 有沒有 所以在教會裡面 求助幫助我們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有時候相告 失去了見證 比失去了財務更大 對吧 好 何況 各位 這個哥林多教會 不是告什麼嚴重的事 聖經告什麼 他們告什麼 保羅說什麼 小事 還有一些精神的事 OK 好 所以呢 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你們彼此告狀 這已經是你們的什麼 大錯 看到了沒有 這是大錯 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 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 你們倒是欺壓人 虧負人 況且所欺壓的 所虧負的 就是你自己的弟兄 好 我們稍微聽一下 你覺得基督徒 吃虧 好嗎 那吃虧要吃到什麼程度呢 差不多就可以 你吃虧 你吃過虧沒有 吃了虧把它忘掉就好 吃了虧把它忘掉就好 還有沒有 當作沒事 當作沒事 獲得一點 獻給主耶穌好了 OK 好 把這個難處就交給神了 讓神去斷定 還有沒有 好 還有嗎 保羅說 保羅告訴哥林多的教會說 你們第一彼此相告 這已經是什麼 大錯 所以保羅說 你們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 那各位 你會不會覺得受欺 然後吃虧 基督徒太相怨了 阿Q 太阿Q了 對 假設是一個價值觀 價值觀的問題 我以前呢 在這個大陸 我有看 我有去一家家具廠 然後我去那個門口 她那個寫很大一個石頭寫在那裡 就石寫兩字 她那個寫什麼 然後我講說寫這個詩是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寫這個詩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他在講這個老闆的故事 那老闆以前他的二哥去香港 逃到香港去 然後在那裡做家技場 然後後來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回來 回來之後在他們的家鄉搞家技場 然後就搞把幾個兄弟都召集起來做做做 然後後來他們做還可以 他的兒子去澳洲留學 回來之後說爸爸你做這個管理不行 我寫管理的我來弄 然後另外自己就離開 離開原來這家公司 自己創立一個新的公司 然後做外銷做管理的 又抽了很多資金分財都過去 然後原來這個老闆剩下的人不多 可能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原來的 然後後來就由他們的老六 把這個老的工廠弄起來 然後呢就人沒有了 這個財務也沒有了 但是他們就開始說好吧 我們從頭開始做做品牌 然後十年後啊 這一家家具廠 因為他做的都是非常高端的 所以他賣的這個家具很貴 做的非常成功 那原來出去了十年後呢 因為都做外銷的利潤很貴 後來啊就回來投靠他 老二出席那回來投靠他 回來啊沒有關係回來 然後他那個是四十週年前 我一參加我說怎麼有這樣子的人 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呢我看在這個四十週年慶 這個這個這個有政府官員一起過來 然後再講來他講話 他請他是老六 他請他的老二 他們是創建這個人 代表他們公司去得榮亞 他自己都品嘗在後面 然後我想說這是什麼樣一個人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的女婿 這個總經理 我說欸那你們這個捨得是什麼意思 他捨得很簡單 老闆只要一小部分 其他的這個年終啊 所得的利潤啊 由這個總經理 按照公司的規程混 我說你混了多少錢 他說我混了八百萬人民幣啊 然後他那個回來那個二哥那個兄弟 那個孩子啊 本來不是再問二哥 對 回來然後給他一個 也是租房子 也會付他兩百萬人民幣啊 他也是賺多少公司有賺多少 我心裡在想說 這樣的人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然後呢他自己也有弄一家這個 換店 四星期的換店 然後我就看哇 然後呢 後來我就發現地方政府啊 知道說如果這個人要投資什麼 政府幫助他弄什麼 然後很多人願意投資 為什麼 他得到好名聲 知道這個人不會虧物人 我跟他在一起呢 我永遠不會吃虧 所以他要做什麼事業 哇他有很多人那個 他不要去弄什麼東西 然後 怎麼錢都一直往他那邊有 然後他一直在 很多那種在付出的時候 我想哇 這是怎麼樣一個人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覺得說 這個一個人他的思維是怎麼樣 造求你怎麼樣 不是說啊 我今天去拿什麼東西 東西 什麼 所以我剛剛他那寫捨得兩個字 說 佩儒大夫婷,我自己 非常好,非常好 很好,很好的例子 所以各位 有人今天講說吃虧就是占便宜 所以各位自己就你們自己去 揣摩 自己去體會 OK 我要講的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不情願吃虧 各位我看到聖經裡面有一個人 他就是從來不跟人家爭 他寧可吃虧 結果神一直祝福他 這個人叫以撒 以撒在聖靈創世紀裡面告訴我們 他每一次挖了一口井 然後非利式人就來搶他的井 因為別人都挖不到水 只有以撒挖到水 所以只要他一挖到水人家就來搶他的井 聖經告訴我們 以撒怎麼樣 以撒就讓給他們 結果不是一次 兩次、三次、四次 每一次人要來搶他的 他就給,他就讓給他們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神賜福給以撒 聖經到一個地步 到一個地步 非利式人就從此不再來跟他爭這個井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我們怎麼挖都沒有 但是你怎麼挖總是有 所以神 所以以撒呢 後來他就稱自己是 他挖了一口井以後 他說稱那一口井叫做利和勃 意思是什麼 從此以後神給我寬闊的人生 所以你記不記得 聖經在創世紀第26章那裡告訴我們 在那時候 饥荒在那個時候 這個什麼 有收成不好的時候 但是那一年以撒自己 他耕種的那個地 有百倍的收成 對吧 所以我可以看到 各位 真的上帝是公義的 為什麼不情願吃虧 好 情願是一種選擇 是經過慎重的思考之後的一種反應 所以情願吃虧 是與人合物相處的一個秘訣 所以各位情願不是accure我 情願是一種選擇 是經過慎重的思考之後的一種反應 這是你的決定 是你的決定 OK 所以換句話說 情願是一種權衡 輕重之後 發生內心的一種態度跟選擇 所以他沒有complain 他也不會怨天尤人 因為這是他經過權衡 這個輕重之後 他所做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看到 不管是以撒也好 或者是法國也好 今天在我們教會界裡面也是 裡面也是一樣 各位當你情願吃虧的時候 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過 你也清楚想過 想過在前後的關係之後 你決定自己做 那聖經告訴我們 溫柔的人有福 因為天國是他們 對吧 與人和睦的人有福 因為他們必成為神的兒子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一個重點 一個情願 OK 所以今天在教會裡面 不要 這個情願 不是只有在靜待這個事情 這個情願也包括在服侍裡面 對嗎 今天我就是被牧師抓到 我說沒辦法 千萬不要這樣 你一定是要自己 祷告過 很清楚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 八章十三節說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唯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所以我們不要虧欠人 但是我們要在愛中常 換句話說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 愛得更多 昨天我跟一個同工開會 這個弟兄就告訴我 他說牧師 我這個人是愛 我這個人是愛泛濫的人 我意思就是愛很多 他很願意給 很願意保住 神有需要 他就哇哇 感謝主 所以各位 這裡說 要彼此相愛 在彼此相愛的這件事情 事情上 要常以為什麼 虧錢 就是說 我還可以做更多 我還可以幫助多一點 我還能夠再給多一點 這是聖經裡面給我們的教導 OK 好 第六節到第七節對著說 第七節到第八節對著說 你們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 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 你們倒是什麼 欺壓人 恢復人 所以我要談欺壓是什麼 欺壓是藏著自己的勢力 地位 要求並勉強別人讓步 所以換句話說 我看到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 哥丁多教會有沒有可能是 這個教會的領袖欺壓 教會的領袖 以他是教會的領袖的身分 來壓迫人 有可能 聖經沒有明顯 但是如果從這個定義來講的話 什麼叫做欺壓 欺壓就是藏著自己的勢力 以地位要求並勉強別人讓步 各位 法老王欺壓以色列百姓 對嗎 他怎麼欺壓以色列百姓 要他們做磚 但是不給草也不給土 但是要他們做磚土 這是藏著法老的權力跟地位 做不合理的要求 要以色列人這樣做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事我們看到 所以在哥丁多的教會裡面 保羅從他的誌意裡面 好像有感覺到 有一些人在教會內 藏著自己的勢力地位 去勉強弟兄做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保羅說這叫欺壓 還有什麼叫做虧腹人 虧腹人就是從別人的身上佔便宜 從別人的身上得到不應該得到好處 這叫做虧腹別人 所以在聖經裡面 剛才我們讀到了 羅馬書八章十三節說 你凡事都不可虧腹別人 所以換句話說 不要佔人家的便宜 該給的就給 有沒有 該給的就給 各位今天有時候 他跟你是巴哩巴哩的時候 都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天 兩個人感情不好的時候 這以前都巴哩巴哩沒關係的 現在都會算回來 那個話有時候就會變直 當年 我給他買那個東西 他都沒付錢 其實當年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你對我很好 你懂我意思嗎 大家好像巴哩巴哩 但是當那個情感出現問題的時候 這個話就轉了 有沒有這種現象 有 有 所以如果你能夠 抵審彼此不虧欠的話 那麼我覺得這是好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故事人這樣聽起來很緊張 你在教會怎麼做人 我跟你講這是要審 求審給我們這種制度 所以但是我們寧可選擇 選擇是恢復別人 就是說我能夠給更多 我就願意給 盡可能的不去賬別人的便宜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保羅在這裡講的 這個恢復欺壓 這兩個字的意思是在這裡 所以呢 所以保羅說你們 不 羅西在立位記25章17節內裡說 你們彼此不可恢復 只要敬畏你們的神 因為我是耶和華人的神 所以是神吩咐我們 不可以恢復你 各位 所以呢 該給的就要給 對嗎 人家工作 人家工作一個小時 該給的工資只有工資 你不能說 我是給他機會學習 他應該要給我的 沒有這回事 對吧 所以這個 在菜市場裡面 台灣有這種 偷金論點 這就是虧負別人 對不對 該給人家一斤了 結果你沒給到一斤 這就是虧負別人 對吧 我寧可多給一點 對吧 在他回去的時候也開心一點 我買一斤 怎麼買的多了 不虧負別人 OK 同樣的出埃及街22章21節說 你們不可虧負寄居的 也不可欺壓他們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 也做過寄居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各位你知道 我們 我們教會 我們 來信主 我們有四個教會 在用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們會跟著我們 以前舊的教會跟著 第一個 我們不欺壓人 我必須講 我們教會不欺壓人 我們最近在Temple City 開始新的教會 我們重新開始Temple City 我去找的教會 我發現我找了一個教會 只租四個禮拜天早上 一個禮拜天三個小時 一個禮拜三個小時 一個月四次 他要收我三千二 三千二 天啊 我租不下去 後來我回來 跟我們教會的同工說 我們租給這些地球 這些教會都好便宜 你知道嗎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也流浪過 我們曾經也沒有自己的禮拜堂 我們知道沒有禮拜堂的辛苦 所以我在Alton的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住了那個 那麼大的地方的時候 我曾經就跟神講過一句話 我說神只要任何一個教會 他們有需要 我們就願意開放 各位Pastor Rockens 你知道嗎 在這裡 他常常有說 繳不出房租出來 有的同工就問我說 巫師兄他繳不出來 是不是要給他停止了 我說沒有 他一個月只交一千塊錢 他租我們這個家 就是一千塊錢 但是他唯一 他可以afford的 這麼多年了 五年了 我還是繼續租給他 你懂我意思嗎 River Church租六千塊 我也租給他 因為他afford的錢 感謝主他們來祝福我 但是有人付不起的 多的就不少的 Amen 不要虧負別人 為什麼墨西哥教會跟著我們 因為他們知道在這附近 再也找不到這麼便宜的地方 還有辦公室 還有一個禮拜用三次 一個禮拜用三次 不是一個禮拜用四次 是一個禮拜用三次 是一個禮拜用三次 我在我在 我們還有一個禮拜用三次 我們還有一個墨西哥的家會 祝我們的家會 一個月八百塊 現在就在這裡 禮拜五晚上的一個家會 因為他們只能付這麼多 沒有關係就來 所以各位我們寧可 寧可以為虧負 你知道我意思嗎 也不要虧負 對吧 所以感謝主 這麼多年他們都跟著我們 我們不管怎麼 那個Pastor Rogan說 Whatever you go I go 但是也是我們的祝福 是嗎 所以你看他也來祝福我們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各位 這個是基督徒 你說我有吃虧嗎 我沒有吃虧 對 但是有的人 我們必須說 在教會裡面 就有一些人會比較帥 那也不是說錯 所以我常常鼓勵他們說 不要算這麼多 不要算這麼多 我們不足的 上帝補還給我們就可以了 Amen 你看我們教會 實在是買不起這個building 但是我覺得 以前我們借貸給別人 聖經說 真言說 借貸給窮人的 就是借貸給耶和華 神必加倍還給他們 所以我真的 我告訴你 親愛弟兄姐妹 這是上帝送給我們的gift Amen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絕對不吃虧的 看起來是吃虧 但事實上是沒有吃虧 Amen 所以求上帝幫助 好 時間到我們一起禱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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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